没什么大愿望 没有什么事要干 看见路口红灯一只山 它像眨眼的小太阳 乌云海景大胆 拎在头上吹不散 我抓在手里捏成棉花糖 什么烦恼不能忘 既然是路一定要转弯 哪个风景都漂亮 柔柔疲惫的眼睛停下来 看一看美好简单 大家好我是小天 今天是农历的正月初九 几天没有更新视频了 对家人也是十分的想念 俗话说事务里边都是年 在这小天也是祝愿 在上学的家人们能够事业有成 在工作的家人也能够升职加薪 祝愿所有的家人们能够身体健康 玩事如意 新年新气象 今天准备给农舍来一次大扫除 在咱们农舍大扫除之前 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位农舍的小成员 就是这个可爱的毛孩子 他是我前两天遇到的 我遇到他的时候 他正被狗贩子拿着准备扔拉一堆里边 原因竟然是他只有三条腿 可怜的毛孩子因为卖不出去 所以狗贩子就准备把他给扔了 被我给拦了下来 来到农舍以后 小家伙也是非常的活泼坚强 虽然说只有三条腿 但是一直也是非常的坚强的想站起来 一点一点的站起来走路 然后我看他呆呆蒙蒙的 所以说就是给他起名字叫呆呆 希望呆呆以后在农舍 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吧 咱们这会儿就准备大扫出 只为了世界上最美的表情 你的笑容 只为了我心中的每次感动 踏上旅程 我知道街坊已经看过重重 暴雨狂风 我知道我的生命中 一定与众不同 迎着风向前冲 我要做我自己的英雄 忍着泪 忍着痛 只为心中不变的梦 迎着风向前冲 我要超越自己才激动 没滴泪 没滴痛 终为画着最美的彩虹 不变的梦 我知道街坊已经看过重重 暴雨狂风 我知道我的生命中 就一定与众不同 迎着风向前冲 我要做我自己的英雄 忍着泪 忍着痛 只为心中不变的梦 只为心中不变的梦 迎着风向前冲 我要超越自己才激动 没滴泪 没滴泪 终为画着最美的彩虹 迎着风向前冲 我要做我自己的英雄 忍着泪 忍着痛 只为心中不变的梦 迎着风向前冲 我要超越自己才激动 没滴泪 没滴泪 终为画着最美的彩虹 天也快黑了 今天整理了一天 咱们现在农舍也是越来越大 毛孩子也是越来越多了 所以说打扫农舍 确实是一件比较繁琐的事情 但是我现在也是特别喜欢这种感觉 就是本来乱七八糟的地方 然后打扫的干干净净 整理的井然有序的 整理完以后整人心情就特别的舒服 冬天马上就要结束了 马上迎来我最喜欢的季节 春天 春转花开的季节 很多家们应该都知道 我有两大喜好 第一就是猫猫狗狗 第二就是花花草草 我现在可以想象一个画面 就是咱们农舍百花齐放 然后这么多可爱的毛孩子们 在院子里边尽情的奔跑 然后家人们来到农舍 陪伴着毛孩子们 这个画面我想到之后 我心里就特别的开心 幸福有时候不说话 总在平凡里发着呀 就算日子偶尔有伤发 也能从里面长出心之呀 对吗 一边不说话 倘着光各他 往前走 都上那面风吹雨荡 叫上一声老板啊 别有人赢他 她就晓得到了家